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 由于现在教育的普及,基本上所有人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 学到了很多知识,因此全球出现了很多发明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容易了很多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方面在得到便利的同时 也有了很重的压力,这就是交通方面 繁多的交通工具造成了拥堵 不仅容易造成事故,也很容易耽误时间 所以什么水路两用车,空路两用车都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由俄罗斯发明的第一台飞行摩托 Skormi 3是由俄罗斯的霍福瑟夫研究制作出来的 在不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在陆地上自由行驶 但是当遇到拥堵的情况,Skormi 3就可以飞到空中,在空中行驶 由于它的便利和可以在空中行驶的特点 这款摩托车已经进入了迪拜,供当地警察使用 这款飞行摩托是由普通的摩托车和不需人工驾驶的四轴无人机 相结合制成的,它最大可以承载104千克的人和物品 时速为70千米每小时 而且它可以飞到的高度大概在10米左右 可以飞行的时间在40分钟左右 在平常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而且这款飞行摩托经过了真人测试 还是有很高的可靠性的 但是作为世界上首个可以飞行摩托车 Skormi 3也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 首先它能飞行的时间不够长 其次,人们驾驶它的部位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有摔下来的风险 而且支持摩托车飞行的螺旋桨 距离人比较近,可能会让人受伤等等 希望公司能尽快改进这些不足的地方 有一个更好的飞行摩托让大家使用 而对于Skormi 3 在经过测试后已经进入了市场 它的售价是15万美元一台 是普通人不太能接受的 不知道对于大家会不会买一台使用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芳芒科技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